上周末小朋友来我家玩PS5 玩的是生化危机4重制版 我看它围着村庄绕来绕去 玩的既兴奋又紧张 但我坐在一旁十分担心我的PS5手柄 于是我就让它玩了PC版的生化4 理由也很充分 那就是RTX4080显卡 玩游戏的画面效果比PS5要好得多 用的就是这只手柄 我知道它既结实又抗燥 然后我就放心的和大人们去聊天了 这只手柄它是八位堂的猎户座 无线手柄PC版 用了一个多月了 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手柄我用它主要来玩PC游戏 用的是2.4G无线连接 当然它可以有线连接 最重要的是它有一个底座 这个底座既可以充电 又可以连接2.4G的接收器 拿起来手柄自动开机 放回去手柄自动关机 而且放在桌面上方便收纳 我感觉它和PS5手柄和支架一样 都很方便 这个手柄和底座 它的设计很统一 在充电的时候 下面还有一个灯带 充电灯带 借着我这个桌面反光也很漂亮 手柄是内置电池的 容量虽然不大 但是还好充电比较方便 也没有续航焦虑 它这个底座连的是一根Type-C线 连到电脑上 有一个三针的手柄充电 前面还有一个logo 这个底壳里面有一个2.4G的接收器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接收器插在电脑上 不过我觉得这样更方便 八位堂的标志朝上 一推就行了 因为像这种无线连接 最重要的就是稳定性了 这个底座放在桌面上 用有线的方式和电脑连接 手柄和底座用2.4G无线连接 距离短又没有遮挡 所以说为稳定的连接提供了物理条件 另外这只手柄还可以玩Switch游戏 而且它还支持安卓设备 这款手柄它是PC版 由于它没有微软协议 所以说它不支持Xbox游戏机 也没有扳机振动 但是他们家的猎户座 有专门的Xbox版本 那个是可以的 这只手柄最近有一个固件更新 更新到2.0之后 它可以支持苹果设备 支持iPhone iOS iPad Apple TV 还有MacBook 这些都是通过蓝牙连接的 它既可以2.4G 又可以蓝牙 通过这个配置键来切换 首先先开机 震一下 然后按住这个配置键5秒 如果震动一下是蓝牙 如果震动两下是2.4G 我用的最多还是2.4G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八卫堂的猎户座PC版手柄 和微软的Xbox手柄 做一个对比 首先它们的外形尺寸是差不多的 这个Xbox手柄稍微重一些 可能是里面有电池的缘故 它们的按键布局也是类似的 另外这个手把的后面全是有纹理的 黄黄纹理 整个手柄的所有的按键声音和手感是不太一样的 这个手柄更静音 然后是十字键 然后是RT 这只猎户座的PC版手柄 它的摇杆是阿尔卑斯的 不是霍尔摇杆 这两只手柄的震动感觉 震动效果 感受是类似的 八卫堂的猎户座手柄多了两个备件 可以自定义 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下 用它来连接Switch 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第一个我们先取出RT4G的接收器 要把这个接收器插在Switch的底座上 在Switch里面有一个要注意 Switch的设置 有一个手柄与感应器 下面找到Pro手柄的有线连接 这个一定要打开 首先先开启手柄 然后在这个界面 刚开始是没有检测到手柄的 按住LB和减号长按三秒 这个手柄会震一下 手柄震动之后 这个画面就可以看到 这只手柄的图标了 而且可以正常使用了 使用的时候有一个优点 按正常讲 Switch这个键是A PC手柄这个键是B键 但是这只手柄适配在Switch上之后 这个键变成了A键确认 这个A键变成了B键返回 我们看一下 变成了返回 这个B键变成了A键进入 这样可以正常游玩 而不需要手动去改键位 这点给好评 很可惜 这个是PC版 它没有陀螺仪 它只能用摇杆来操作 另外它的连接是通过2.4G 来连接Switch的 它们家还有六户座的Switch版 那只手柄它有六周陀螺仪 另外它对Switch支持的更好 关于这只手柄 在网上有很多专业的拆解芯片级的测评 像什么经营软件 自定义键位 振动 扳机 等操作 我就不演示了 我就从普通用户角度出发 分享一下自己的使用感受 这个手柄呢 我主要用它来玩PC游戏 以PC为主 以Switch为辅 用它连PC或者Switch都是用2.4G 我觉得这种方式是既省心又好用 另外它的底座也很漂亮 放在桌面上也算是一个比较漂亮的小物件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希望给各位参考